南新社区音乐教师开场 向认真的劳工朋友祝贺劳动节快乐 东山乡公所今年表扬的模范劳工有49位 由县内各职产业工会 向内大型工厂产业工会及公司推荐 5月1号劳动节要到了 是专属敬业职人的日子 感谢他们为社会的付出 在百工百业里面 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的职务的分配 哪一个职务的阶级 我想各位因为你们的努力 受到了各企业各单位的一个认同 所以今天来推荐你们 来当我们的模范救劳工 我想这是给各位一个最好的一个肯定 我们就是替公司来这品牌 打响亮那个重要的推荐 所以在这里来感谢大家 我们相信大家模范老公 这个名称啊 实至名归 我们台湾的老公做到这样工作 就是做得好 真实在的地方 在美国他们是怎样 纤屋 朱丸屋 还有他们的博士 工程式 技术 一大堆 是怎样没办法做到 因为我对这个媒体 要了解 这年称称的国家是怎样没办法做到 就是他们的努力 另外东山湘共有13名调节委员 是地方的公道北汉公道院 东山湘今年有四位调节委员 因全年调节成功率高 获得机优调节委员奖 今天也一同在典礼上接受表扬 所以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但是他们都可以 以最公正 公平 最人性的一个角度 来帮各位来协调 让我们的社会少了很多的纷争 来少了很多的社会资源的付出 调节涉及民事 刑事 还有些像是劳资争议 医疗纠纷等特殊争议案件 不只讲法还要讲情理 调节委员免费为民众排除纠纷案件 减少司法资源的耗费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